我們一般吃早餐 實習上用的這個奶油刀 奶油刀塗抹奶油的對不對 對血這種子彈的話 那不可能的 對不對 奶油刀一定怎麼可能 抹奶油的對子彈 絕對不堪一擊 但是你現在來看看 當然也是要把奶油刀先固定好 然後再把槍就定位 這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奶油刀切奶油是很輕而易舉 但是切子彈是不是有辦法 這個被子彈給貫穿 接著你看 奶油刀的彈性 你想不到吧 居然讓他 他的彈性跟韌性 在子彈射出去的一瞬間 接觸到這個奶油刀的刀身 竟然子彈被切一半 黃紀平 我問你那把刀 是不是特製的 不是 他是不是用那種 一般的練劍的方式 去練這把刀 沒有 就跟我們一般家庭 常用的奶油刀一樣 就一般的奶油刀 但是我們觀眾朋友們 就算在家裡面 也不要輕易嘗試 當然可能也沒有這個槍彈 這是危險物品 但是你拿了奶油刀 設定在那邊 你用子彈射出去 一樣照樣被切奶油 一樣的這個速度 你看這個奶油刀 就把它給切斷 所以你看到這個子彈 斷成兩半 大家會很訝異說 原來奶油刀這麼重要 千萬不要亂用